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大众塔罗占卜 就是有关未来七到十天的一个运势 但是今天我们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同 第一个你们已经看到了是五组牌 是五组 然后对我没有给你们任何可以选择的东西 因为就是平直觉 那如果你真的有一点无法选择的话 就是静下心来 摸念未来七到十天的运势 最需要知道的东西是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有一点点不一样 不是分开看爱情财运还有工作运的部分 我们就是来看未来七到十天 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哪一个地方哦 OK 特别需要知道的地方 所以翻开来的话 就是我看看有什么样子的message 我就告诉你有没有 那 所以今天的这个运势的部分会讲的比较快哦 因为就是只是告诉你你最需要知道的一个讯息 有关于未来七到十天而已哦 然后Aviv Podcast呢 今天也会上新的一集哦 今天新的一集我们会讲就是光棍节的事情哦 然后因为这一周十月十一号马上就要到了嘛 所以就会有光棍节 然后所以就再聊一下结婚还是单身好 结婚好还是单身好 然后也会顺便提到一些新作的东西啊等等哦 然后还有一些高级的PUA有没有 情乐的那种方式大家要小心哦 不要碰到这种有毒的感情哦 那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听听这一期的Aviv Podcast 那我在post里面有给连结 晚上台湾晚上十一点半 然后不是 晚上下午两点半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十点半会上 我们这边现在要是那个日光节约时间 所以可能是你们的一点半哦 Something like that OK 好 那我现在要从第一组开始 如果你需要更多时间的话 你现在可以暂停影片 时间轴会写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还有Message Box 还有时间轴本身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哦 好 那我们现在从第一组开始咯 好 选择第一号牌组的 我们来近一点看哦 你们抽到的第一张是这张 Chariot 辅助的牌是这张 Prince of Swords OK 我看一下哦 这边的话它是Prince King Queen Queen Sorry 我看一下 它这个Prince是逝者还是 OK Yeah OK Prince Prince Source的话是这个骑士 因为这里面有Princess OK 好 这个是宝剑骑士哦 来 Verify这张Chariot牌 未来七到十天最主要给你的一个讯息是什么呢 意志力 OK 你们要坚定你们的意志力哦 Chariot 这个宝剑牌通常讲的也是思考思想的部分嘛 然后Chariot 你看巨蟹的牌 战车牌 它也是跟巨蟹有连结哦 所以特别讲的是可能 巨蟹在讲什么 你的Tribe 你的跟 跟 跟 还有就是巨蟹也是一种开创的能量 所以这边有一个战车其实也不奇怪哦 开创的能量 你有什么东西需要去做一个开创呢 意志力 要坚定你的意志力 不要三心二意 因为容易三心二意可能就会 变成什么都没有完成 什么都没有做 我觉得这个呢 可能就是叫你坚定你的意志力 然后去执行你要该执行的东西 其他的东西你不要三心二意 先去做了 再说 先做了再说 你会觉得啊 好像有点牡羊座的感觉 对不对 但是的确啦 牡羊座也是开创星座的 其中一个星座嘛 所以这些 不管是牡羊啊 天平啊 巨蟹啊 或者是这个摩羯 都是这种 开创星座 要要去开发一些东西 那巨蟹特别 他会因为 比如说家庭啦 OK 你的家人跟你 很亲密的 OK 不一定 一定真的是有血缘关系的家人 但是就是 你把它当作是你的 一份子的 这样子的 你的群 你的小众 你的小群 这样子 你会特别想要去为他们 伸张一些正义啦 或者是帮助他们 做一些什么事情啦 或者是去跟他们要求帮助 这边这边是这个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风向星座的部分喔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可以去好好的收集一下 一些讯息啊 然后好好的去执行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以集思广益喔 集思广益 然后让你能够 有更好的想法 知道我要怎么样子去做 会是更好的喔 那你也要注意 谁是你的 你的你的群 right 是你 跟你是同一国的 应该这样讲 跟你是同一国的 谁跟你其实 有一点点思考 思想 做事 观念上面 有一些差别 所以要记得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思考思想观念 那的一些冲撞 跟碰撞 在未来七到十天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你找到你自己的一个群组 你自己的一个group 这样子你才能够好好的去发挥 你想要发挥的事情 那感情方面的话呢 其实也是一样喔 坚定如果你有什么感情的问题啊 什么的话 坚定你的意志力 你就贯彻始终就是了 那这边的话 如果比如说 特别想要知道 是不是脱单啦 什么的话 嗯 这些做 比较害羞喔 那当然这边有一个 这边 就是想很多啦 OK 未来七到十天 你可能就是想很多 想太多 就反而容易 没有行动 right 那 未来七到十天 Chiria战车牌 通常 也是一种 因为看到战车 大家都会说啊是冲啊 什么的 但是其实战车 塔罗牌的战车 并不是在讲冲 这个是 还在 还在思考目标 然后往自己的目标前进的一张牌 那所以 未来七到十天 可能就是会真的想很多 但是结果却没有任何的行动 所以反而是你要坚定你的意志力 你这样子呢 才有办法往前 OK 你才有办法往前 好 这个就是给一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来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如果你选择的是二牌组的话 你们抽到的牌是这张 5 of swords 哇 哇 OK 以及我们的这一个magician 是来clarify他的 OK 保健五这张牌看起来特别可怕 有没有 五把剑戳着眼睛 OK 五把剑戳着眼睛 我觉得第一个 未来七到十天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 不是眼见为凭 那种未来七到十天 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 有点让你觉得 你知道 瞠目结舌 让你有点shock OK 但是 但是 我必须要说 有的时候 不见得有一些东西 一定要 自己亲眼去见到 你知道这有点那种 这让我感觉很像 就是你知道 见戳的眼睛多难过啊 Right 不一定一定要自己眼见为凭 我觉得可能会 让你有点惊吓太厉害 或者是也许甚至 你可能听到一些 蛮让你惊吓的事情 那 还有 保健五通常 其实也是讲的是 一个输赢的事情 你就是去争那个输赢 可是保健五 通常我抽到保健五的时候 都是叫我们要示弱 我们不要这么的硬 OK 不要这么的硬 保健五 五号牌通常都有在讲 一个变化或改变的意思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一些改变 所以我觉得放柔软一点 放柔软一点 不需要一定要争个输赢 因为这个保健五通常会讲的是 你赢了可是却输 你赢了外表上面 好像赢了可是却输了离子 所以有的时候输赢 真的是看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不见得一定要去 争那个表面上的输赢 要去争真正的输赢 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去做 那我觉得这个反而是 未来七到十天 你可能需要低调一点 OK 你去低调一点 低调的去实现 你想要实现的一些东西 你太高调 也许会有人眼红 有人嫉妒你 有人想要打压你 想要压垮你 所以这个未来七到十天 不管如果你是爱情 或者是你在工作上面 或者甚至是财富财运的部分 不要这么的高调 低调一点 才不会有新人 想要特别来针对你 然后做一些 你知道这个有点是那种 有点眼红的那种感觉 有人可能会特别嫉妒你 特别想要针对 你特别想要 对你做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未来翘十天 记得低调一些 我看一下保健物 刚刚有另外一个message 思考思想方面 甚至沟通的东西 未来翘十天要比较注意一些 因为这个magician也是在讲 mercury也是在讲水星的部分 那现在大家知道 就是当然这个是没有时间限制 但是我现在上传影片的时候 刚好是火星在双子座 然后我最近真的是火星双子座 我通常水逆是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我这一次的火 火星逆行在双子座 让我非常的有感觉 我觉得这个比水逆更可怕 水逆真的还好 我觉得火逆在双子座 要特别特别注意沟通方面 讲话方面 火气方面 不要太over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低调 低调 未来七小时天低调 好 这个就是给二号牌组的一个解排 我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未来七小时天 如果你抽到的是 现在是三号牌子 哇 4 of Wands OK 但是Clarify 是这个Moon OK 未来七小时天 是这个 保健 不是保健 那个 全杖四 全杖四 就是一个 你看到没有 开心快乐 Celebration OK 但是因为Clarify 这张牌是一个月亮牌 所以 未来七到十天 可能的确啦 有很多值得开心的事情 但是我会觉得 你的 情绪可能起伏会有一点大 OK 情绪起伏有一点大的原因 是因为你可能看到别人 哇 好开心 好开心 好幸福 的样子 你就会觉得 好开心哦 为他们好开心 这种 但我觉得开心的事情 比较多啦 OK 但是月亮这张牌 也有可能是牺牲 OK 牺牲的部分 未来七小时天 你要注意 你可能会不会为了 你很爱的那一个人 特别的牺牲奉献 OK 当然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如果是一个值得你牺牲奉献的人 未来七小时天 你会非常心甘情愿的 为他做牛做马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未来七小时天 全账四这张牌 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牌 我觉得 因为这张通常讲的 都是跟结婚有关 所以有可能你 特别是跟感情有关 所以如果你选择三号牌组 未来七小时天 我觉得感情是很开心的 是舒服的 我刚才说的 情绪非常的高亢的 而这个高亢是开心的高亢 就是 或者是你看到有人 他真的很开心 很幸福 然后你就会特别为他 感到开心 感到快乐 然后真心为他 开心 那或者我们刚才说的 你自己的部分也是一样 你也会觉得 哇 有很多值得你高兴的事情 那特别特别是在感情上 然后我觉得可能会有 趋于稳定 或者越来越稳定的迹象 甚至会有更进一步的 这个可能性 只是呢 未来有一点迷茫啦 OK 但是我觉得这张牌是 你想受当下 不要想太远 不要想太多 享受当下 你有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现在 当下太开心 太快乐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开始 有点担心说 这个会不会也太好了 事情也太顺利 太棒了 会不会有什么 不好的事情发生 但我觉得你要享受当下 珍惜 珍惜当下 是你这一周 最重要的一个讯息哦 所以这一周 我觉得挺好的 像三号牌组 你会过得非常的幸福哦 那这个就是给 三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 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哦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四号牌组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 有什么样的讯息要给你们哦 第一个是 empress 哇 我刚刚以为三号牌组 已经很棒了 你们的牌 我真的是 OK 你们可能会是 最强的这一段的 第一 这张牌哦 如果你有什么要 开始的一些project OK 你会未来七号十天 你可能会开始 你开始的一些project 你会已经看到有一些起色了 而且是好的 好的起色 好的开始 或者是你开始着手 去做某一些事情 终于可以去开始 做某一些事情了 或者是你着手 做的东西 我们刚才说的 已经开始看到一些起色了 OK 然后第二个 empress 爱情的牌 精心 OK 联系的一张牌哦 所以未来七号十天 我觉得爱情也是非常的好 又是一个ten of this 你会看到一个实质的 回馈 实质的好处 你会 你爱的人可能也会很爱你 特别的 对你特别的好 然后 甚至这边 精心跟这个 这个这个金币牌哦 金币石 如果不是跟这个爱情有关的话哦 这个也是代表就是你的财运会超好的 OK 未来七到十天 财运会非常的好 为什么呢 因为精心跟金币石就是 讲 精心也是钱嘛 然后金币石就是丰盛的 right 丰富的 丰裕的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的财运也会超好的哦 然后爱情运 所以不是爱情运 就是财运 或者你们有可能两者兼得 是不是四号牌组 是不是四号牌组 你们 未来翘十天超棒超棒超棒 所以这个就是给四号牌组的一个减排哦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哦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 OK 五号牌组 如果你学到五号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你抽到的牌是什么 未来七到十天的话是 The world Very nice 然后是这个 Queen of swords 哇 我觉得除了 哦 Even精心 四号牌组 三号牌组没有 OK 我想说都有一点点这种风向能量 好 那五号牌组呢 你们抽到的是这张世界牌 然后Clarify的这张牌 是这张宝剑女王 宝剑女王 我们通常都知道 他讲的就是一个 他是比较也许有点点不苟言笑 有点严厉 来讲话非常的到位 一针见血的那种感觉 那么 未来七到十天 世界牌 一个 一个最后 最后也是开始 未来七到十天第一个 世界牌出现的话 我会认为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蛮有 第一个 可能有出国运 OK 如果不是出国运的话 就出游运 那或者是你们非常适合 未来翘十天 出去玩一下 不见得一定要真的出国 你们就是出去走一走 会对你蛮好的 你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感受一下 我觉得会挺好的 让你的脑袋放松一点 OK 放松一点 然后第二个 世界 加上这个 Queen of Swords 我觉得未来七到十天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人际关系的部分 为什么这么说呢 The world 我通常想到的 就是一种网路的意思 世界 大家都可以用 你看这边有一个 Globe Globe Globe对我来说 就是像World Wide Web WWW World Wide Web 就是这种网路的世界 然后我们大家都是 有连结在一起的 Sorts 也是这种思考思想 我们大家可以 互相的沟通 互相的联络 互相的 讲话 Right 互相的这种 思考上面的碰撞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我觉得蛮有可能的是 这种 跟很多很多不同的人 去聊天 去讲话 那 我觉得这边第一个 你可以直接的 讲一些事情 OK 比较直接的讲一些事情 或者是说 未来七到十天 也许你跟很多很多的人 也许你会参加很多的party 或者是你要去跟很多的人 建立很多的人脉 当然你要懂得怎么说话 说话的分寸 自己要把握住 但是同时你也不要 让别人觉得 你好像是 很容易欺负的那种感觉 因为Queen of Swords 还是要自己有一个底线 然后她是 我觉得有点庄严的 通常他们都说 Queen of Swords 就是一个bitch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 bitch有一种 不太好的一种感觉 对不对 好像 就是你知道 你知道 渐渐的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 Queen of Swords 她其实 与其说是bitch 但是她是非常 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 然后不会轻易的 让别人来 占她的便宜 她头脑很清楚 如果要被占便宜 她也知道 我这件事情做的话 对我其实是有帮助的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我觉得人际关系 是你们最大的一个讯息的部分 所以你们可以去建立你的人脉 然后跟越多人去沟通 去交往 交往 我说的交往不是说 什么男女朋友这种感情上面交往 我一直就是建立人脉的意思 多去认识一些人 然后多上网啦 OK 参加一些网路上面的一些群组啦 我觉得对你都非常的有帮助 我觉得会可以开阔你的很多的见识 然后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然后去跟大家聊一聊 你会知道更多的知识 因为你知道我非常喜欢一个就是你知道 没有看电视 没有知识也要看电视这个 我真的有好多好多知识 其实就是真的是从电视上面看 各式各样的东西 我什么都看 我觉得你们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去 吸取很多很多的经验跟知识 从不同的人身上 那当然我们刚才说了 也有非常好的这种出游运 所以也可以在未来七到十天 好好的去把握 那 我觉得这个Queen of Swords 如果你真的是去出游的话 尤其是如果要坐车什么的话 要比较小心一点 那 就是 交通意外灾害 这个开车记得就是要小心 OK 有的时候不是你小心就好了 还要注意别人 你知道 常常有那种马路三宝 不是你 但是是别人 like 就你知道 出错 like 撞你 我真的 前上前几个礼拜吧 我才看到有一个那个行车记录的那个 我的朋友秀给我们看 他就是他就这样直直走 有一个不知道从哪来的 他就这样子要弯过去 他那个转弯转的超大的 就这样撞到他 我想说你过不来 因为那个那个路有点窄 你过不来的话 你就等人家直线先走啊 所以 真的 我们不是只有看自己而已 开车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知道旁边有很多猪头 也要非常的小心哦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交通上面的部分 你们也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哦 OK 如果出游啊 或者是需要去 跟交通有关的时候 这是其中的一个小讯息 给五号排组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我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